接下來就有關那個什麼叫做這個這個大數據 Big Data 那在英文裡面的話有叫 Big Data 或者叫什麼 這個這個 或者我們可以翻譯成那個巨量資料 海量資料等等 那這裡面的話指的就是所涉及的資料量 它的那個當然前提一定是規模巨大 到無法透過人工 關鍵就是說如果你想要用人工的方式來處理 當然是不太不太可能的 那你不用人工 不用人工難道用什麼 所以可想而知啦 就是需要用一點點其他的程式的手段 那如果說你本身已經有一些工具 那當然OK 可是如果沒有的話 這個時候你可能自己要稍微動手創造一下吧 那在合理的時間內達到什麼呢 可以擷取管理跟處理 並整理成為人類所能解讀的形式資料 那能夠解讀的形式資料呢 可能也許是它是一個表格 也許它是一個圖表 也許它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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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啦 反正一般當然看圖 當然是最最容易的 圖跟表格啦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可以用來做什麼呢 查覺商業趨勢啦 判斷研究品質啦 避免疾病擴散 打擊犯罪等等等等 甚至什麼交通路況 像最近那個大家也很擔心那個什麼中校橋的問題 不過看起來好像 現在已經比較好一些些了 那這些用途的話呢 真的是這個大型資料集結盛行的原因 那這個就是我是從那個微科百姬 這個是各位可以從Google裡面可以找得到 那裡面的話呢 當然再來就是有關它的定義 這個定義部分的話是一個 分析員 這個叫道格萊尼這個 它裡面提出了三個方向 那如果什麼叫做Big Data 其實最基本的要會具備有三個特質 第一個就是它的量一定要大 那多大才是大數據 其實當然這個數據 各有說法啦 第二個就是這個成長的速度其實非常快 那你這個資料速度又快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那個 它的形式是多變的 那什麼叫形式多變 以前的那個資料庫 觀念是資料庫 最長的不就是數字 不就是文字 那我們會先把它定義好 資料型態 可是問題來了 它這個所謂多變就是說 它不見得完全跟資料庫是match 欄位不一定match 那怎麼辦 你該放數字嗎 好像也不對 放文字好像也不對 放booling也不對 放日期好像也不對 也就是說呢 觀念的資料庫已經沒辦法去 定義這些資料那怎麼辦 所以你要去想到這些多變的資料 我們該怎麼樣去做一個 見招拆招啦 至少就是你要能夠把這些資料 做有效的管理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另外當然還有所謂的 這個除了上面這三個V之外 還有第四個V 那就是我們會有一個叫Virality 就是這個Virality 有的翻譯成真實性 那其實我的理解是 如果你不知道這個資料是對或錯的話 你可以叫做Virality 所以會有四個V 目前的話一般會提到就是說 有關大數據部分的話 我們會有這四個V 那大數據能夠藉由 我們的這些處理之後 進行統計、比對、解析 最重要是得到一個什麼 客觀的結果 不是主觀的喔 比如說今天我覺得這個商品會賣得好 那是主觀的 那如果說你藉由一個大數據 比如說你可以發現 像一些電子商務 他們其實後面都有一個 在偵測每個使用者點擊的情況 藉由每個使用者點擊的情況 去分析出一個結果出來 那是客觀的嘛 這東西會賣得好 是有它的客觀因素喔 不是我嘴巴講講 所以你如果說像現在 你要說服別人的話 要拿出數據 而且這個數據來源 是要有根據的 你不能說今天我以為 那其他的話當然 這大數據當然全世界各國都 投入相當的人力物力啦 像歐巴馬最近呢 更投入什麼 兩億美金大數據的開發 強調大數據 會是之後的未來的石油 未來的石油 所以這個東西不是黑的石油 而且這是非常有價值的 也就是說你能夠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從這麼大量資料裡面 處理出一個結果 那這怎麼做 所以底下當然我會有一些啦 像這個圖表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想這解釋跟前面差不多 所以我就不贅述了 自己稍微看一下 然後其他像IBM 他也1 2 3 除了這三個之外的話 還有多一個這個 Vorality 那我這邊翻譯叫做 對錯未知 我不知道這個資料 是對的還是錯的 那你就要去判斷 那要怎麼判斷 這個我想也是這個 這個BigData裡面的重點 那怎麼樣得到這些這些資料 其實你可以從像RFID 這個RFID的話 它有分成主動跟被動 一般應用像RFID類似的像 其實又有卡裡面 就有一個那個 那個什麼 它這個是被動的 那如果主動的話 它可以自己發報 像倉管也可以用RFID 那取得一些資訊 那其他像很多相關的資料裡面 都可以從這些資料裡面 取得資料 然後這些資料呢 我們將來要怎麼應用 比如說像那個在 那個美國打擊犯罪 我想這個都可以 這個這個 我想在很多好萊塢電影裡面都有 比如說 你看哪一部電影 忘記了 它就可以從那個攝影機裡面 馬上偵測 犯人是不是在某個地方出現 它可以做高速的比對 臉孔的比對 到底這個區域裡面 有沒有犯罪嫌疑人的畫面出現 如果有的話 這太好了 就是可以馬上可以去 怎麼樣 這個在那個資料裡面出現的話 那這樣的話當然可以降低犯罪 那其他還有像什麼監視社群通聯 因為通聯紀錄你說 像你要監聽好了 你也不能亂監聽 監聽錯就麻煩 那監聽到底有沒有什麼關鍵字 你如果用人工去監聽的話 你要花多少人力 但是如果你今天寫了一個什麼 也是自動化的這個程式 它可以當某一個關鍵字出現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把那一段結錄出來 自動傳給你 你就說原來他們兩個之間對話 裡面有講到哪些keyword的時候 你再去聽就好了 不然的話他們平常閒聊 你講聽那麼多也浪費時間 所以藉由這些 你可以得到很多的效率提高 再來其他天氣 比如說比對那個過去的資料 可以成功的預測未來可能的天氣 另外的話股價 股價也是啦 你可以比對一下 比如說他可以從twitter裡面 去知道說他們討論裡面 到底可能會投資哪一些股票 那相對的投資的多的話 相對會上漲等等的 那健康也是一樣的 比如說那個可能的那個爆發的流感 像google就是透過這個方式去提早兩週掌握那個流感的資訊 類似像這些 像比如說那個匯率也是一樣 像我也是會偶爾會買一點那個外匯 我發現你可以分析過去的那個像日幣好了 最近我就把它先賣掉了 還小賺 看起來應該利率有超過10%以上的獲利率 為什麼 因為看一下最低的地方應該也不會再低了 再低我像日幣 基本有一個基本盤 我覺得大概 大概100億左右 如果折成那個台幣的話是0.26 0.26 那最近好像過完年之後 馬上爆衝 所以我在爆衝那個0.29的地方 就把它賣掉了 中間算一下 獲利率還不錯 你可以看歷史資料 這些網路上通通都有 是開放資料 OK 好 那其他的話 當然業界使用的我想非常多 不過你可以看到這些 他們的資料 數據的取得是比較容易的 為什麼 因為你看全世界最大的網路公司 你Google都搜尋它的嘛 所以它可以藉由你的搜尋的紀錄 可以去做一個分析 它資料多嘛 但是如果你沒有的話怎麼辦 可能你要想一點辦法 要不然你就從開放資料裡面 拿一些資料來做一些處理 我阿馬總 全世界最大的電子商務公司 Ebay 拍賣 然後我馬等等的 這些我想都是取得數據的 那成功案例裡面蠻多 剛剛有提到像 Google偵測流感 比那個預測中心提早7到14天 為什麼 因為在症狀還沒有發生之前 可能很多人就會Google一下 如果發生流感的症狀如何 症狀 那關鍵字 很多人都搜尋這個 那代表什麼 很多人已經有那個感冒的症狀了 對不對 就像有時候 像小朋友生病 以前都會第一個去問問誰問誰 現在都直接Google一下 比如說小朋友 比如說 比如說 像昨天什麼骨頭 骨頭 那個什麼 卡在喉嚨該怎麼辦 你以前就聽那個長輩這樣 喝點醋就好了 你就Google一下喉嚨卡刺 如果如何解決等等 網路上就有很多嘛 如果說很多人都Google同樣的關鍵字的話 那表示台灣地區可能很多人都發生同樣的事情 那怎麼辦呢 不過這個導致如果政府 它可以提供給政府的話 那政府就可以預防 處理這些事情 那當然 不過我想最近應該會比較多人 Google什麼 如何檢查房屋 房屋是否會倒塌之類的 因為剛好你每天看每天看 就會有一些會想要去知道為什麼 那這些訊息都是公開的 另外的話 阿里巴巴 他們把那個消費的數據 那有時候消費者會在上面買東西 他把它轉換成企業貨率等等的 不過台灣比較不一樣 阿里巴巴很早以前就第三方支付了 第三方支付呢其實就是線上的銀行 那台灣沒有啦 台灣最近好像才支付聯 那個PCOM創辦人吵了很久之後 終於開放了 不過已經慢了很多 也就是說 我今天買東西 我先把錢放在哪裡呢 不可能放實體銀行 需要個網路的第三方公證單位 先把錢幫我收著 那可是收著之後的話呢 他是不是也會提領 進去 那提領如果說 他們還有一個什麼 你如果不提領 我可以給你利息 給你利息 當然很多人 比如說他是賣家好了 他就可以怎麼樣 我錢放你那裡就好了 我也可以有利息 那這樣子不就等於是 網路上就是一個銀行 網路銀行 那等於就是跟銀行 怎麼樣 搶生意嘛 其實台灣不開放 我想應該有一些 一些一些考量 好 那其實還有什麼 電視新聞 電視新聞 比如說像那個百度利用巨量 觀察 大陸過年時 人類的遷移行為 那為什麼 因為 你可以看到 哪些人在哪個地方 比如說 他在過年前 可能集中在 沿海的地區域 突然之間 突然都跑到內地了 那表示說 有多少遷移 那其實這些數據 其實也可以提供給政府 為什麼 因為你會遷移的話 你需要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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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需要多少的輸運量 那有多少輸運量 你如果準備好 那就不會塞車了嘛 其實 或者是說你可以把它分批 你不要集中 像我這一次 過年的話 也跑了台東一趟 結果 去 開了14個小時 回來 開了12個小時 比我出國還要更遙遠 所以 假如說如果在抒發這一段 因為我已經很多年沒有這樣子了 如果說他可以做一點什麼事情 應該不至於會開這麼久吧 我想說 哇 真的天啊 真的就是動一下停一下 動一下停一下 這太累了吧 所以是不是說可以給我 給 要出發錢 是不是有沒有一個 一個APP好了 或者是說一個什麼東西 讓我知道一下 有多少人會即將做這件事情 是不是可以寫一個APP 然後呢 然後呢 回報系統 即將使用抒發的點一下 對不對 點擊次數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點的人非常多的話 那你就可以盡量 在避開那個時間之後 很少人 那當然有個主動性的 那被動的話可能就是說 現在蠻流行的像那個 即時路況 像高速公路 像我們都很習慣 出發前 先看一下 哪裡有塞車 一高二高 如果一高塞 就走二高 等等的會有這些 那就可以 幫我們在處理很多事情 讓滿意度增加 就像我剛剛先做一個問卷 為什麼 也希望課程的滿意度增加 為什麼 因為我要先預先知道 大家可能的一個可接受的範圍在哪裡 那個範圍其實是非常客觀的 不然我怎麼知道大家的程度 有三分之二是落在入門的階段 大家最想要聽的 那我就多講一點 這樣的話相對的 滿意度也會增加 那其實是一種妥協的 反正有一些人可能他沒辦法滿意 那怎麼辦 那至少大部分人滿意就是對的 所以現在沒有那種100分的 其實你只要有70分 大概不要不及格 其實就算是對的啦 這是比較客觀的 所以這邊提供了一位參考 那再來的話 Open Data TW 這個我想也是最近政府大量在做的 因為那個行政院長張漢真 他的背景是Google Google的是什麼什麼 比較高階的一個職位 然後他來現在已經是行政院長 他就大推那個開放資料 所以在開放資料裡面 背後就是一個大數據 裡面的話最熱門的 像底下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在政府開放資料裡面最熱門的 就是這個 叫做不動產買賣實價登錄 P次資料 他有提供XML CSV 跟TST 那這些資料的話呢 如果說你今天要做一些不動產 就是要買一些 買房子之前的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滿好的參考指標 而且你不要買貴嘛 至少也知道一個行情 不然的話 像你們應該都有去尋問過那個仲介 有時候仲介給你開的價錢 真的會嚇死人 有這種行情 不過他們都是成交金額 都會笑死人 因為這低到一個 真的大概有時候跟一對砍差不多了 所以有時候當然你要自己要先知道一個行情 那怎麼辦呢 你也可以藉由那個政府的開放資料裡面去取得 OK 那其他還有像金管會 像很多 我在其他單位上課 很多人都是金融背景 為什麼 因為很多那個資料都 金管會有開放一些資料 包含像股市資料 外匯資料 等等的 那可是問題來了 以前你必須把它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 可是如果你這樣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 你要複製多少次 有沒有方式 可以按個按鈕 全部的資料 通通幫你下載下來了 第一個 如何批次網路資料 批次下載網路資料 剛好我們這一次 也有一個Sample 提供給各位 不過這導致有點難度 但是我會把重點告訴各位怎麼做 另外如果可以這樣做的話 後續你要分析就簡單多了 所以之前就有同學 他每天都要抓外匯資料 他以前每天的工作就是Ctrl C Ctrl V S就是複製貼上複製貼上很多次 因為你要美金對其他貨幣 他都要做一次 要做二十幾次吧 可是後來寫了一個VBA程式 一個按鈕按下去 每天按一下就好 多好 所以這部分的話 當然如果你可以知道有這些方法的話 他可以介紹你很多的時間的浪費 因為最重要你要分析 你不是要去做土法煉綱 這個可能交給工讀生就可以了 可是問題你如果不會這些方法的話 那你自己來真的太浪費時間了 變成你會需要花一些不應該花的時間 在不應該做的事情上面 有什麼方法呢 可以讓你更自動化 當然相對如果你的處理速度比別人快的話 相對的你的那個風險控管 或者是你的那個可能獲利的機會 當然也更高了 OK 那注意就是說裡面巨量資料 Big Data裡面五大觀念 挖出潛在的新商機 裡面的話 他有幾個比較重要的觀念 在出處的話 是從那個大數據這本書裡面出出來的 第一個就是說 資料的數量 當然量會比值來的更重要 以前是值比較重要 現在是量 所以你的資料量越大越好 重點在量而不在值 OK 第二個的話 你要找出相關性 有沒有什麼相關的 不是因果關係 再來的話 地理位置 跟情緒貼文 還有那個 這個族群的圖譜 其實看似沒有用 其實是非常有用的 我想地理資料 比如說你現在在哪裡 像剛剛講那個什麼 新聞 看新聞它的location 它在哪裡 就可以知道說 那個什麼過年的遷移狀況 如果這些資料 每個人都讓某個單位知道的話 其實就會達到有一個 數量多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很好的參考價值 其實像交通也是一樣 看有沒有說 交通部是不是 什麼什麼方式可以讓 車上面自動回報 你現在的位置在哪裡 不過這是不是有個資的問題 當然也是可以去想一下 如何把這些數據取得 然後做有效的應用 然後第四個是 只要有巨量資料思維 小公司也能靠創新的點子自勝 所以現在不是大小的問題 是你的點子 是不是能夠是創新的 所以有很多例子 是小公司打敗那個大公司 當然例子蠻多的 那另外的話 就是小心那個什麼 資料獨裁 就是不要被那個巨量資料給掌控 大概會有這五點 那最後的話 就是駕馭資料 發揮你的創意 對資料的決策 達成智能的管理 那這個是從那個大數據 這本書裡面出出來的 提供給各位參考 有幾個比較重要的這個觀念 五大觀念 那關於我們這門課 因為時間的關係 想講的東西實在是非常多 但是時間真的也很有限 其實如果要把這些東西全部講完 我想想了一下 真的是不太容易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把一些 從簡單慢慢再到比較進階的 那裡面的話 當然我把重點放在 如何做如何處理 於統計分析 big data上面 那我想到 因為我之前的教學的 比較成熟的 已經我覺得run的蠻多的 包含像幾個比較重要的例子 像如果說你 各位應該都有買過樂透產 或大樂透的經驗 那這些資料 中獎 就是開獎的紀錄呢 在網路上全部找得到 而且之前我有認識過一個學員 他年紀比較大一點點 他就把歷來的所有重獎記錄都收集過來 他就拿給我 他說老師 我可不可以請你幫我的忙 其實他就要算名牌 那想說 我就跟你講 我跟他講說 我可以教你怎麼統計分析 但是至於要算哪一個 這個恐怕是你自己要去做 不然到時候你如果簽不中的話 到時候要找我 對不對 中的話你也不會分我 所以其實當然是可以 一個客觀的參考 那比如說這邊有一個範例 那我是摘入101年跟102年的 總共有99期 一期的話有7個號碼 所以一整年下來 總共會開出7乘上99個號碼 那我們如果要統計 哪一個號碼開出最高 而且開出的次數 或者甚至它的機率是多少的話 那算出哪一個機率最高 並且幫我排出前七名 聽起來好像已經有點難了 好像不是一天可以講完的 但是呢 有沒有什麼簡單的方法 可以在很短的時間把它處理完畢 那這個當然就是我要講的啦 有沒有什麼方法 最好不要寫程式啦 寫程式我想可能也有點頭痛 那有沒有什麼不寫程式的方法 那有沒有呢 也可以啦 假設有同學想說 老師那我想要更快一點 最好按按鈕答案就出來了 我也會教你 答案都已經在雲端上了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第一個先把範例檔先打開來 那先先了解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 那我們範例 我只把它放在這裡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範例檔 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剛剛下載的這個範例檔 各位可以找一下那個剛剛的那個範例 有沒有這個樂透彩中獎機率這個 打開來之後的話 裡面呢 你把它啟用編輯 101年 102年 統計分析 那我需要知道 101年的1到42號的開獎 機率是多少 機率裡面呢 包括就是你要先算出 它的那個開獎的次數 再除以什麼 總共開出幾個 總共開出幾次 一除之後就是機率嘛 然後呢 102年 合計起來 排名 前七名告訴我 那他旁邊有這些按鈕 不過你現在按應該是沒有效果 但是我會教你怎麼按下去 它會告訴你 我看一下 好像已經有做好的 我這邊有個完成檔 我看一下這個完成的 中獎機率的這個 這個啟用內容 那VBA寫完之後開啟 因為它裡面有那個程式 那我先把它清除好了 這個把它清除掉 前七名這個把它清除掉 但這個比較難 僅供各位那個先參考一下 那等一下可以做 第一個就是按一下樂透彩 它會自動幫我算出機率 第二個的話呢 你可以把它再格式化 格式化什麼呢 把前七名 因為假如你等一下 下了課之後 會想要去簽個號碼 可以參考 那顏色標註一下 格式化一下 有沒有 幫我格式 有沒有 前七個 但是前七個 你這邊看不方便 可不可以幫我列出來 按一下前七名 幫我列出來 OK 而且呢 幫我排序一下 那這樣不就有了 所以以後 如果你可以做一件事 網路自動下載 下載完之後 自動分析 結果就出來了嘛 多好 對不對 所以以後的話 按個按鈕 按個按鈕 後面就是你去做的 只是去跟老闆講 我要這七個號碼 對不對 感覺還蠻好的 對不對 但是如何做 等一下我們一個一個 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裡面其實就是答案 其實我剛剛按這個按鈕 它的動作很簡單 它只是把我們之前做過的公式丟進來 全部跑完而已啦 大概是這樣子 那需要的答案 往後呢 我會把它放在我們雲端上面 各位看到 因為白板寫不下了 所以我會把那個我們需要的東西 放在叫做一個雲端白板 這個雲端白板 就是以後不用擦掉了 就是你將來如果要參考的話 樂透彩中獎機率 那點擊進來之後 這邊呢 會有我們的那個解答 這邊有個解答有沒有 藍色的 那我建議你這邊有個 右上角有個彈出視窗 先把它彈出 因為到時候如果你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彈出的話 將來複製貼上 它會有很多的空格 那需要的東西都在這邊 各位可以 步驟啦 解答都在這裡 我們等一下再來 再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怎麼做會最簡單 反正你只要按部就班 一個一個來做 大概花不了幾分鐘 結果就做出來 至於需要的程式碼 在這裡下都有 一個sub就是一個按鈕 所以剛剛那個樂透彈按下去了嗎 其實就只有做這些事情 大概一二三四 其實就是這四行最重要 就做完了 比想像中的還簡單 OK 我想這已經是很成熟的東西 因為很多人每天就是把我教的東西放在工作上面 發現出奇的好 很多人效率就提高了 感覺可以多很多時間 所以之前有個學員 每天看他愁眉苦臉的 最近發現他臉書跟他老婆經常去約會 最近又看到他 好像又有個小baby要誕生了 可能就多很多時間 下班時間還有跟家人相處的時間變多了 為什麼 因為你工作效率提高 你每天要把工作帶回家吧 OK 這裡的話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等一下 再來針對 有關那個 如何快速的做統計分析 這個東西 這個 應該算是 工作上蠻常用到的 很實用的一個功能 那只要大數據 我想 樂透彩這個 我想數據也夠大 不過如果跟Google那個比起來 大概小物件大物 不過也沒差 他資料大 反正我就跑比較久 OK 試試看